话语时期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欢迎你们收听 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的 美瑞灵修 话语的时机 今天是6月21日 星期五 今天的主题是 我们活着是为了讨他喜悦 让我们来看看 哥罗西书一章九至十节 因这原因 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 想要叫你们在一切智慧和属灵的悟性上 满有他旨意的知识 好叫你们行事对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千上宫上多结果子 并且在神的知识里增长 如果你发现自己并不热衷于取悦神 那么你对主耶稣的爱 就是被质疑的 如果你真心爱主 那么你内心的渴望 就是总要取悦他 你希望他在你的生命中占据首位 为什么取悦他很重要 因为我们属于他 我们为他而活 这与我们作为他儿女的身份有关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说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今后不再为自己活 是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而活 他不只是你的天父 也是你的主 你也正因此得到救恩 承认或宣告他是你生命的主 因此为取悦他而活 就成了你忠诚的自然表现 因为现在他是你生命和一切的主 当主耶稣在世上行走时 曾向我们掩饰了 如何在凡事上讨天父的喜悦 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中 他说 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那些事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 他说 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他差我来的父的意思 主耶稣在生活中 始终渴望讨天父的喜悦 并鼓励我们采取或培养同样的思维 又有一次 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中 他说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而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然后 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 他对天父说了一些最鼓舞人心的自信的话语 我的实物 我的实物就是遵行 猜我来者的旨意 完成他的功 主耶稣向我们揭示了 如何活在对天父旨意完全的顺服中 凡事讨他喜悦 我们要效法他 没有比讨神喜悦的生活 更快乐 更充实的了 没有什么比真正爱耶稣基督 并像他那样生活 更能取悦他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赐给我圣灵 他在话语中教导 引导 并向我显明你的旨意 使我的行动 与你完美的计划 相一致 祈愿 你的喜乐 是我生命的动力 我始终 委身行在你完美的旨意中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如果想要了解今天的信息 我们鼓励您在 在学习期间参考并默想这些经文 哥罗西书 一章九至十节 AMPC 天撒罗尼加前书 四章一节 哥林多后书 五章十四至十五节 一年读经计划 使徒行传 九章三十二至四十三节 以斯拉记 一至三章 二年读经计划 哥林多后书七章 一知八节 以赛亚书八章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八千一百二十三种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吧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